热心工艺的花莲四面佛工艺团体 日前捐赠了五箱见面三分琴手工面给花莲施工所 市长魏佳燕向主委徐肖勇以及志工们表示感谢 他表示这批手工面将会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申请物资的民众带回家享用 花莲四面佛工艺团体主委徐肖勇 在日前特别协同副主委杨志宏 以及委员刘俊杰、蔡耀廷等人 捐赠了五箱手工面要给花莲市工所 因为我们之前也常常跟前市长魏佳贤一起做工艺 然后现在换我们的市长魏佳燕他的弟弟 所以我们也是传承我们四面佛的理念 做工艺嘛我们就没有分那个宗教 也没有分什么党派 也没有分什么信仰 所以也希望把这个面送给每个部落也好 每个弱势家庭也好 市长魏佳燕则协同车楼客长小子卫 手下这批爱心平安面 并颁发感谢状 那真的非常感谢他 那刚刚主委有说到 也希望说我们捐赠这个面从魏佳贤市长魏佳贤市长 捐赠这大概已经有将近六年的时间了 那也希望持续的来延续这项散举 那也希望捐赠给比较弱势比较困苦的一些家庭去使用 那这个面名非常的有趣 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不管工不管市都可以捐赠到我们食物银行我们都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市长魏佳燕表示这次捐赠的平安面将会放在食物银行提供给民众申领 未来也会与多个社团或社福单位合作 透过社福平台管道一起来关切更多的弱势族群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